中華有一位新家鄉的媽媽 早安有訪大訪大訪台廳 既然給大家出事 沒多久的女朋友 但在中華六港節公圈裡面 好介紹這女朋友 讓一位網路發現 趕快跑去便宜 沒有死命的危險 女朋友靠聲很興奮 雖然又看得很熟 以後今晚最小的照顧 發現女朋友 不只致臺跟臺盤都連在身屋 那頭也全部都是到那裡 頂到紅燈 讓她讓人看得很不甘 對 剛出生嗎 太坦還黏著 女朋友靠人2200多公客 先等四十七公分 看起來是很健康 不過到她是多長期是無窮 就是乖乖在睡 她說快要向女朋友做粗暴的檢查 她的死命精神跟健康是很好 不過她說因為很久已經被等在那裡 身體有失溫的情形 才兩早被發現 如果不可能有死命危險 小寶寶來的時候 她身上被蓋滿了樹葉 而且樹葉上面有螞蟻在爬的情形 那小朋友的話身體檢查 也有看到身上有許多紅疹的現象 那可能是被蚊蟲 或者是螞蟻咬傷 紅疹就是被爹地撤回時我來 被經濟三後便宜 在外路發生紅疹全身庫隆無穿衣 快就找到阿嬤中醫來保護起來 又連時找到休啊 來動作客難的床墊 希望咱們一樣來保溫 不過中火發生紅疹這個公圈 甚至很強的媽媽 在這裡把紅疹放在床下 無情會保護 甚至水災狗嚇來咬 給她們看得很難 既然說女兒的媽媽不管紅疹要夠了 在這裡將小朋友待在這裡 實在太不厭倦 無情小朋友先將女兒來安地立便宜 日間也在過日間失去 要來對救錄音媽媽的接人 既然將花菜紅疹到 很多女兒